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時代雜誌選出了本年度的風雲人物 她是16歲的瑞典少女通貝利 她的事跡是能夠當選年度風雲人物呢? 原來她自從去年8月開始 經常隻身前往瑞典國會示威 舉起這個為氣候罷課的標語 要求當地國會議員就著氣候轉變 而作出一些行動 她以後還曾經去到美國示威 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而其中一張照片被記者拍到的 就是她露啤特朗普總統 相當之文明 這個通貝利成功獲選了 有非常多人不滿 我們先聽聽她們的意見 首先說香港的網民 有些人非常不滿 在Facebook 網絡討論區大罵 罵什麼呢? 罵這個環保少女 說她虛偽 即是左膠 環保能 純粹是騙光環 包括她經常使用積氣的餐具 然後原來她家庭的椅子 就是使用動物的皮革來做等等 即是她們就不斷抽稱環保少女通貝利 我們稍後會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不太對 第二件事 就是西方有很多進步知識分子 其實都已經在評擊 這個時代雜誌 在搞這些小圈子選舉 包括本地的沈旭輝教授 她也有在Facebook 說過這件事 也說過這件事 也說過這件事 是小圈子選舉 然後連特朗普的長子 也就這件事出聲 她在Twitter 又怎麼說呢 她就說 Time lives out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fighting for their lives and freedoms to push a team being used as a marketing gimmick How dare you 即是這句話是為什麼呢 即是你時代雜誌 離棄了為生命和自由而奮鬥的香港示威者 然後推銷一個已經變成市場營銷噱頭的女生 How dare you 其實這句話就是通貝利常用的說話 即是說你這樣嗎 好了 即是特朗普的長子也只是出聲 其實這個背後已經是牽涉到一些意識形態鬥爭的元素 因為時代雜誌被認為是被左翼人士操縱 而西方的進步知識分子 很多都是不喜歡左膠 俗稱為左膠 所以就抨擊得很厲害 我覺得香港人在這方面就不用出那麼多聲 有他自然發展就可以了 第三件事就是明明那些投票當中 在網上投票 香港示威者入選五強二 而且在得票之中最高 為什麼現在又突然變成這個環保少女呢 他們就覺得自己那一票是不受尊重 你是假民主 投完之後又不認賬 這些就是反對者不服氣的意見 那我就說一下我對於這件事的我的意見 第一這個很明顯 你時代雜誌就是正如沈教授所說 你就是小圈子選舉 莫氏的投票結果 但是這件事不是跟環保少女有關的 大家要對準一點 如果要批評的話對象是 這要搞清楚 環保少女通貝利 不是他自己找人提名去參選年度風雲人物 是時代雜誌自己搞出來 搞完之後又不認賬 所以如果要批評的話 就批評那個雜誌本身是比較合理的 你批評環保少女 又不是他去參選 其實他也是很被動的 我又覺得第二件事就是 你不需要宣傳他 你不需要說 為什麼香港人 香港的示威者沒有獲選 就覺得有點不開心 老實說 那就不需要介懷 這些事情大家豁達一點就可以 對於這些是虛涵 大家去集會遊行示威的時候 所喊的那句口號 都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就不是光復香港時代雜誌 這本文章其實在美國來說 本身也有一點過氣 都是out的 所以真的不需要 這麼介意 還有香港人的偉大和勇氣 實在哪需要一本雜誌 肯定 我們自己肯定自己 就已經很足夠了 還有就是其實環保少女 她本人 都是轉發了黃之鋒的貼文 然後就是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就是會與香港人同行 其實就應該利用這個契機 去跟這個環保少女通輩 來聯繫在一起 大家連結起來 怎樣連結起來呢 比如說正如陶傑的建議 就邀請環保少女來香港 他說叫她關注香港環保和污染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海港污染啊 空氣污染啊 或者是這個食物污染啊等等 喂 這個最好 是不是呀 找通輩來看看我們香港 有沒有避受這個二岳嬰的影響 是不是呀 這個最適合 她是環保少女來的嘛 是不是呀 找她過來 看看那些催淚彈 對於我們搞到滿目倉儀 搞到好多的雀鳥 和一些動物是死亡 這些是有事實根據的 是不是呀 那些小鳥無緣無緣無故大量死亡 然後有一些聰逐啊 或者體型比較小 比如說流浪貓狗 都是死了的 很多都是死了的 在那些發射催淚烟的現場 那就請通輩來過來 就去看一看吧 他說一句好過我們市民 說一百句 他是風雲人物嘛 對不對 而且香港避受最大碳排放的國家影響 尤其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最大的碳排放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你叫他們看看香港哪些時間是藍天白雲 哪些時間是灰蒙蒙一片的 很多霧霾的 現在叫霧霾,其實是獨無的 是Mog的英語 不過現在喜歡譯的那些比較中性的 沒有那麼負面的詞彙 那你叫他過來看 順手就是和他連繫起來 最後一件事就是 環保的議題對於各國的公民來說 都是比較切身一些 你這個時代雜誌 老實說,他是面向全世界的讀者 他選擇了這個通貝利 然後他不理會網路投票的結果 是比較符合他自己的立場和利益 對不對? 因為這個會比較多讀者有共鳴一些 對於他來說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接下來就想再說一下關於一件事 就是路透社今天有一宗消息出來 關於澳門街的 路透社引述了十幾名官員 以及在一些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 他們有些消息透露出來 習近平下星期訪問澳門時 將會宣布一連串新政策 將澳門引導經濟重心 從博彩業轉移成金融中心 相關政策最少包括了三項 第一,建立由人民幣計價的股票交易所 第二,加速推動正在進行的人民幣結算中心 第三,為澳門街劃設更多土地給他發展 根據路透社消息所說 以前中國會將這些金融行業的優惠政策 全部都留給香港 但是現在就是將它分散 澳門街成為了所謂的應變計劃 一旦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找澳門來頂上 到底我們是否能夠成功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全世界主流的結算貨幣都是用美元的 甚少聽說是用人民幣的 到底能不能夠在澳門街搞得起來呢? 這真是很大的疑問 因為澳門街基本上是沒有這些金融行業相關的基礎設施 完全是由零開始 這件事到底能不能夠做得成功呢? 是很大的疑問 不要說什麼 因為由零開始重新建立起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 第二,當澳門街想成為金融中心的時候 你的政治制度或者法制 能不能夠取得國際社會商界的信任呢?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香港其實跟大陸最大的分別 唯一的分別就是法治 現在還會有所謂的 都還沒有完全崩壞 但是澳門街又如何呢? 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 相當之漫長 第三,我們看看大陸他們搞過很多事情 他們想取代香港也好 或者這次澳門街說不是拿來取代香港的 他們說明說不是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意思 其實都是想分散的風險 很明顯就 但是我們看看他以前搞什麼 上海的普通自貿區 結果現在搞到十失九空 其實是搞不起來的 接著還有這個深圳前海 一樣都是正英英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那個法治制度 人家不相信 還有人民幣能不能夠自由流通 其實成哥已經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就是用腳投票 用錢投票 就是撤資了 結果現在搞到很多企業 所謂董事長 全部都下台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這樣能不能夠吸引到一些人呢? 因為你澳門街 到底他有幾大的程度上 能夠區別於中國內地呢? 這就是那些商界的人所想的事情 你能不能夠給國際社會一個信任 就是澳門街和大陸不同的 我們有健全的法制 我們有一個完善的保障 對於資訊自由流通 以及資金的自由流通 實在太多不同的事情 你要向外界保證 老實說不是那麼容易的 雖然澳門街1535年 就是這個家政14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埠 早過我們香港很多 我們是甚麼時候開埠? 1842年 但是已經在這百多年的光景之間 迎頭趕上了 老實說我們不少 亦有都是從澳門街那邊收聽的 我也希望澳門能夠把經濟產業轉型 不要只是集中於博彩業 比如說一些會展業 或者旅遊業 這些都是一些選項 至於金融業 我也祝福你們能夠成功 老實說如果是做得到的話 希望大陸政府就不是三分鐘熱度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